掌握View和ViewGoogle Play 学习各种常用空间的使用方法 了解View的本质 了解Android的中2D显示图形库 Android的界面实现机制 重点是分发和上传 熟悉自定义空间的编写 熟练掌握KeyVers去画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我们的NinePatch图像的这样一个使用 下面是一些考核题 比方说自定义组件 如何去实现和自定义事件 这个View的核心 我这次时间关系我没有跟大家去讲 以后再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讲 在下个阶段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也可以先去看一下原来 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View 跑到包来了 实际上也是继承有毛别的 然后实现了这样的一些接口 说白了 跟我们Activity是不是也很像 是吧 然后重点是它的接口不一样是什么呢 主要是有一个这个比较特殊 叫Joyable 主要是用它来画的 画东西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View 我们Activity是也实现了什么KeyVent 这些的这个Coreback函数 对吧 这些是面试题 大家去考虑一下 比方简单介绍一下界面机制等等 好那我们这个界面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数据存储 这一部分 那Notification这些我们都讲过了 就不讲了 Widget和Launcher可以放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把它和它讲完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项目阶段 那么这些当应用程序发布要讲一下 这个Widget我们放到下一个阶段来讲 至少第一个项目用不上我们的Widget的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讲到这里 OK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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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 number